Laden Channel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來到了這邊是有名有名 這個是位於Yurikamome縣的其中一站 我今天想帶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他們這邊有一個墨 然後它叫做有名尬點 有名花園的一個墨 然後還滿大的 今天想說就帶大家去那邊看一下那邊有些什麼 然後這個有名花園這個賣場是在 大約2020年的7月左右吧 才剛開幕的 其實那時候它開應該是因應這個奧運的關係 想說會有很多外國人進來 然後就蓋了一個新的墨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後來發生了些什麼事了 總之那個墨目前知道人還比較少一點 而且裡面聽說有目前東京最大間的無印良品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走過去看看吧 從車站走過去我目前牧室大概5分鐘以內就會到了吧 好了 走囉 然後現在放入眼簾的前面這個是一個普通人 一般人住的manteur 超高的 然後如果你要去mall的話呢 是繼續往這邊 左邊這邊往前走 前面這裡也有一間hotel 對 然後如果大家到時候來的話也可以住在這邊 然後mall就在旁邊而已 非常的方便喔 OK 這邊呢 這個就是飯店的入口 那我們要去的目標就在前面這裡 哇 我們來看看這就是mall的外觀 而且這邊那個四季機場了之後呢 這個月就9月的時候會開在這附近 霸氣的無印良品的招牌 跟它這邊有一個天空的湯 如果你是在那個飯店的話呢 就可以免費使用這個溫泉喔 哇 它這裡面真的很大 而且它那個走廊非常的大 很好走的感覺 適合帶小孩來這邊 而且聽說這樓上好像還有一個那種 類似像小花園的地方 可以讓小朋友在那邊奔跑 我們等一下來去看看 然後我們剛才買了一個期間限定的大福 這個好像是叫絕王山Fruits大福 我們等一下可以拿來當甜點 它一顆大福的價格非常的驚人 OK 我們來到了這裡 這是美食街 耶 這邊有非常多 像比如說シャブシャブ 等等的東西 然後還有像是旁邊這邊是壽司類的店家 阿布里 聽說這邊的壽司很多呢 幾乎都是用那個炙燒做出來的喔 OK 然後它旁邊就是連結這個溫泉的地方 營業時間是從早上5點到晚上8點 可以看日出耶 對 就在這裡面 但我們今天沒有要泡湯 我們就不進去囉 對 然後美食街這邊還有一個就是他們的這個 買房介紹所 就旁邊的物件你想要買的話呢 來這邊可以找他們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Mall在這裡 然後物件就在後面這三棟喔 大家會想要買嗎 我覺得應該爆炸龜吧 讓我們看看這個台廠全貌的模型 嗯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就在這裡 將將 這三棟有沒有 後面那三棟 然後維納斯的廣場呢在這裡 對 這個就是維納斯廣場 然後還有旁邊的摩天輪 附近的Chim Labo 也都是之後會收起來的地方喔 富士電視台的後面這一棟就是AQUACITY 大家還記得我之前拍過的影片嗎 而且我們仔細看一下 鋼彈就在這個地方 它怎麼不是獨角抽鋼彈 這個比較舊的版本呢 好 然後我們從這邊出去外面呢 這裡面就有一個可以露小孩的地方 而且這邊就是一個Garden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外面非常的漂亮 而且還有噴水池耶 大家應該有聽到噴水的聲音吧 簡易式噴水池 然後上面這邊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讓你坐著 看向遠方的地方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廣場 可以在這邊遛小孩 整體來講這邊還滿不錯的 然後這邊看過去那邊是停車場 它停車場坐得好繽紛喔 旁邊那邊有一片草地可以讓人休息 目前這樣感覺這個有名Garden裡面的感覺 真的還滿好逛的 而且因為現在人真的很少 雖然說我來的時候是平日啦 不過我覺得就算是假日 但是知道這邊可能相對的別的地方 還是比較少一點 所以要說這邊真的如果來逛街 我覺得會滿好逛滿舒服的 就目前就先推薦給Yang跟我在日本 又不想要去人太多 又想要逛Mall的人的一個小小的推薦囉 然後從剛剛的這邊進來到另外一邊呢 這裡有一個美食街 它比較不是坐在餐廳裡面吃的 它就是有共有的用餐區域的一個地方 這邊的店家也是種類非常的多 歡迎大家也來這邊尋寶喔 各位啊 這個是什麼店大家知道嗎 仙芋仙啊 來為各位介紹今天的飯後甜點 變才天 天才天 好 接下來為各位大家介紹 這個是我所購買的巨峰葡萄大福 來 讓我們先消個毒 猜一猜我要幹什麼 這個就是我的巨峰葡萄大福 另外這個是朋友買的西瓜大福 好吃 有妳有吃過西瓜大福 今天就讓我們來吃吃看 西瓜大福 是好吃啦 但是我覺得我還是直接是西瓜跟大福 分開來吃可能會比較好 OK 我們現在吃飽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了四樓 就是美食街下面這一層 我們先帶大家看一下 每一層樓大概有些什麼東西 然後這一層樓賣很多那種小朋友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天堂的感覺 很可愛的衣服 還有這邊有一些娃娃等等的 而且這附近我剛有看到的 類似像是小朋友可以玩樂的那種小地方 其實也有喔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吧 書店這樣一直走過來 這邊有一個樂高學校 所以可以讓小朋友在這裡玩樂高的意思吧 喔 這邊有一個小朋友玩樂高的地方 好酷喔 喔 然後旁邊有小朋友趴車的地方 趴車就可以進去玩 所以這邊其實有滿多 可以放著讓小孩玩的地方 然後這邊有一個 卡卡卡卡扭蛋店 裡面有超多的喔 OK 現在看完了四樓了 四樓就是很多那種小朋友的地方 還有一些像是可以 日本的電信業者的一些 看打之類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去三樓 三樓是有一點的那種 Outdoor還有Fashion 一些生活雜具之類的東西 我們來看看吧 小熊維尼 沒有穿衣服的小熊維尼 是我的小熊維尼 哇 大家看到店家真的都沒有什麼人啊 超好逛 我剛才稍微進去逛了一下 它裡面的這個Outdoor的這個部分 它裡面其實東西超齊全 仔細看到後面有一些像帳篷啊 我們路由會用到的東西呢 這個店裡面也都有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Mall呢 真的是可以滿足各個年齡層 他們的所需要的東西耶 像我剛才在裡面一不自覺就逛了超久了 突然今天有點想要買帳篷 他說生活真苦 我剛才有稍微就是安慰他一下有沒有 人生嘛 自助常樂就好 好 接下來我們去二樓 二樓主要是賣一些生活雜貨類的地方 雖然說三樓也有 但是二樓比較注重於可能 像是類似服裝類的東西 還有我剛才看到現在下面有一間藥局 我們現在帶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有名花園裡面的二樓 到底有些什麼樣的店吧 對 目前來到了二樓嘛 然後這邊真的是滿多就是衣服的一些Brand 還有像是一些真的是有各國的小雜貨 那種東西 小白飾品之類的等等 然後這邊我真的覺得也是一個 你認真逛一天絕對逛逛的地方 所以說它沒有像是Outlet這麼大 但是它裡面的商家我覺得也是滿齊全 但是因為它就在車站旁邊附近而已 所以你來到這邊基本上也是還滿方便的 我的Levice 唉唷 Perfume Hot 好 那我們就再繼續逛逛 看看這裡面有些什麼東西吧 好 這邊是這一個的樓層表 大家可以看到它 每一個樓層裡面都有非常多的店家在裡面 店家真的非常的齊全喔 OK 我們現在從這個Ariyake Ariyake Garden的二樓出來 然後我們準備去一樓 一樓聽說有一個非常大的 像是也是一個像MORE一樣的地方 好像是易用的相關的店家 然後我們現在就跟著我一起去看看 至於它的一樓又有些什麼東西吧 走囉 好 我們現在在一樓的外面 首先這裡就是它一個寵物店耶 裡面有非常多的寵物 不過還是那句話就是領養代替購買 還是對這個環境比較好一點的方式 一樓主要是讓車子在這邊移動的地方 然後一邊是這個Eon Style 然後另外一邊就我們剛才有看到那個寵物店 還有像是一些咖啡廳的地方 然後這邊的店家是沒有互通的喔 這一點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們現在去那個Eon Style那邊看看吧 這個地方是在去年才剛蓋好開幕的 所以說很多東西看起來都超新的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地圖 我們剛才看到的寵物店是在這邊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咖啡廳或是腳踏車店 然後Eon Style就在這邊 然後這就是我們剛才看到那個很多車子 可以跑的地方 計程車的後車停之類的 Eon Style就是其實有點像是一個超市一樣 對 我們稍微看一下喔 乍看之下呢 它就是一個非常民生的那種超市的感覺 然後超市一般裡面是不能夠拍攝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拍到這裡囉 好 我們現在回去二樓吧 這邊其實裡面是有互通的啦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來到這個 Ariake Garden的一個簡單的小介紹 因為它是完全很新很新的夢 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到這樣子沿路走下來 周圍的人潮說實在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當然是跟今天是平日也是會有關係的 但是我是覺得 這邊它的佔地其實也是非常的廣 所以說其實人走在裡面 基本上也不會有那種 QQ跟人家擠在一起的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現在目前是人在日本的話 我是覺得你可以稍微早一天來這邊 稍微的散心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不錯的 然後如果是在海外的人的話 就希望等疫情趕快平息之後 大家也有機會來到這個有名家店 我覺得這邊非常不錯 就在這邊推薦給大家囉 好啦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而且今天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來上傳新的影片 才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 或者是你也可以選擇加入頻道會員 或者是你可以利用這部影片下面 有一個超級感謝的功能 都歡迎用那個方式來給我支持喔 然後有名的相關的地址資訊 我會放在YouTube以下的說明欄內 有興趣可以Check一下喔 那今天的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跟著阿倫一起去旅行 跟著我唱片美色好過癮 好早晚的說起雙抱給你 打包好心力 就跟著阿倫一起去旅行 到日本體驗文化好風景 跟著這段旋律創造迷惑的回憶 下一段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